早期探訪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今集頻道會維持在二四的影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鐘仔 不要錯過了我們任何節目 好 久沒拍外景 第一次外景是關於窮砌那次 窮砌那次已經是一月 現在是三月 好像有點耐耐地 今天走到觀塘 大家見到觀塘 話說爸爸就在這邊 走到觀塘做甚麼呢 當然有一點 今天我們會上2000分的觀塘新店 參觀一下這間新店 有些甚麼特別 好像都很大 又有機構 又有機構 又有電競椅 又有螢幕 上去看看是怎樣 原來可以在第二邊出口 落下來了 觀塘工業風生 第四期 但這裏不尖 我記得好像有螢幕 可以走到 這邊 這邊出口 不知道是哪裏 那裏 那裏 觀塘工業中心 這裏是四期 洗環手 可以走到這邊 是快過在剛才那裏集的 我記得 上次人教了 好遲 好遲 2000分 上來跳機 電競體驗 跳機 好厲害 在泰國 直想 好厲害 好遲 6扇開啟 弄得了 快 我走一個圈 這裏都很大 大得來其實有些什麼呢 我們找個專人研究一下 其實這裏這麼大做什麼 大當然要有檔 這裏其實就是我們未來 打算做旗艦店和試驗店的地方 有很多新的東西都會在這裏展示 因為這裏夠大 所以這裏的展示品牌子方面 都會比我們其他2000分的分店 可以逛一圈看看有沒有什麼 請林仔帶大家逛一圈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 好 先研究一下 我看你這邊很多奇怪的模式放在這裏 這裏主要是人體工學類的模式 既然做得電腦的裝備 就沒理由只有Gamer需要 Mouse Keyboard 其實就是做事都需要用 所以我們會照顧一些 每日新勤工作的文書用家 讓他們工作之餘都會輕鬆些 但我看這些Mouse平時很長 沒什麼怎麼看得到 有一個波 很久沒見過這種Mouse 可以偷採你的波 可以偷採你的波 這些Trackboard 其實就是 讓你的手腕不需要移動 只是用手指弓就可以操控整個滑鼠的操作 很久沒見過 那年前有試過這些 但有沒有想過現在這個年代 還能看到這種Mouse 有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 舊的技術 復刻出來 反而有新的用途 機械鍵盤也是這樣 等一下 你問沒有機械鍵盤也是這樣 我看到很多鍵盤 機械鍵盤是現在中高階的鍵盤用家 都會優先選擇的鍵盤 所以機械鍵盤會是我們鍵盤系列最主要 也差不多是唯一的選項 那些鍵盤是否像我們以前 只是分為那幾個大的機械軸 然後又怎樣怎樣 現在來說 會比以前多了很多選擇 因為Cherry軸 自從專利結束之後 很多工廠都會開始 陸陸陸陸陸陸出一些Cherry clones 包括Gaming 廠 例如Razer HyperX 其實都有出自家的軸體 那些其實 某程度上 我覺得是比Cherry軸更好 不過不外乎都是那幾個特性 Clickies Linear 還有Tackle 即是類青軸 類紅軸 類茶軸 但是會多了很多不同的選擇 細節位都會有很多分支 可以給大家選擇 最適合自己的軸體 那譬如我現在來到這裡 這麼多款鍵盤 那譬如這些 又是這樣的 不像我們平常打開的那些 又會是怎樣的 這些呢 這些就是近年比較新興的 叫做 Low Profile 的軸體 那麼那些主打的賣點 就是整體整個觸碟 是矮身那一本的機械監盤 它不只是軸一點 而且是殼也覺得矮 那麼呢 就方便一些文書用家 他們不需要用手托 那 因為普通鍵盤不用手托 手會咬得很辛苦 還有鍵程短 輸入時會比較省力 活動的幅度沒有那麼大 但也很普通 因為我看到旁邊的一隻好像很漂亮 這邊的一隻好像很漂亮 這些是不是就是復刻款 這隻就是主打工藝品 這款會有很多很普遍的用料 例如這款是金屬邊加真皮 也會有木料的底 例如蜂木、胡桃木等 這款會不會很貴呢 會...1999 蛤?! 原來買鍵盤這麼貴 我的手開始震了 我不摸它 大家都是量力而為 因為它本身的工藝品成份比較多 如果是一般的機械鍵盤 其實就去不了價位 有貴又貴 大家可以就自己的預算去試 無論是中高低價位 我們都會有不少的選擇 無緣無故有隻貓士飛 這隻貓士有點熟口味 我好像早前拿了一隻 這隻就是Logitech的G Pro Superlite 如果阿林仔你自己有的話 賣點相信我不需要跟你解釋太多 因為它的賣點就是一個就是輕字 但是你這裏有這麼多隻貓士 如果我要選貓士的時間 我應該怎樣選擇呢 因為我們平時又見到這種 叫做這個 然後這些 是穿洞的喔 貓士的話 最重要是 當然要符合你的預算 這個是最優先的選擇 第二個條件就是形狀方面 你的手握上去的大小 然後它本身的形狀 譬如有些是對稱的 它是用不同的爪握 或者是Fingertip的握法 有一些叫做人體工學鼠 它是比較偏右手 是比較貼手一點的 那就符合你平時的使用習慣 還有你自己個人的偏好 喂 等等 這個人這麼熟口面的 你什麼呢 亂入 什麼事啊你 關掉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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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手這麼小 應該用什麼滑鼠會開心一點 細手的話 就可以選擇一些小的選擇 例如Glorious的話 它會有一些小的 即是它跟一個形狀 它會有大小之分 那你會見到 Model O minus 這隻是比Model O 是明顯小一個圈的 那你就可以根據自己 拿下去的感覺 就選擇適合你那隻 OK的 但是 Mouse 還有什麼特別呢 有什麼特別的玩法呢 其實在Mouse 上 特別的玩法的話 就要說回近年 Minecraft 就比較受歡迎 有很多的玩家 會流行一種叫做 Drag Click 的動作 就是可以一下下去 就可以連擊很多次 可以讓他們在Minecraft 可能需要連續按很多次 去堆磚那些時候 拿到一個優勢 有部份的Mouse 是比較出名的 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所以就很受那類的玩家歡迎 我經常以為 家中壞了Mouse 之後可以有這個功能 原來沒有關係 對 如果壞了那些 叫做Double Click 這個Drag Click 就是人為做出來的 它本身的Mouse 功能是沒有影響的 明白了 但是我見很多人 經常都說Mouse 很容易懷疑 你知道在Mouse Battle 下 突然說 那塊滑鼠的底部 那塊 這些貼 很容易會磨擦 怎麼辦 長時間使用之後 就是馬上的新聞 腳貼會有不同程度的磨擦 特別是 如果你本身使用習慣 重心擺得不平均的話 它可能會磨擦得不平均 動了動又動上動下 它的速度會不同 因為程度不同 我們最近都引入了一些 替換裝的滑鼠貼 真的嗎 如果你真的只是腳貼的問題 那就不需要整隻Mouse買過 譬如說 這裡有兩隻Superlite的滑鼠 很輕的 其中一隻 你會看到兩隻腳貼是不同的 這隻是換了我們新引入的 FUFU ICE腳貼 它的順滑程度 和速度的摩擦係數 都會比起原廠的 它會比較低 你會發現這隻是明顯順滑很多 什麼事 你裝模作樣 那隻大一點就說 有一次看我不信 什麼事 就是打的 阿倫家 阿倫家沒事的 想到你不信 你可以自己下手摸一摸邊 其實你會明顯發現 這隻的邊位是明顯比較 你會感覺到一個Edge 這隻是順滑很多 對 這樣會影響到你下手摸 下手摸 會不會刮住 難怪剛才你轉了這麼多圈 對 腳貼也有關係 有時候做不到 Builder Spin 就不可能是你的個人技術 有可能是你的手摸不配合 明白了 說得那麼累 不如坐一會 我看你很多大胸 好 看暗片帳 拿去 拿回家 我先坐牆壁那張 我們這裏下單很快 代理都會包上送貨 基本上全部款都 都會包上送貨 除了我們這邊 這邊的幾張 之後 後面也有少許椅子 可以看看 前面有幾個大的面鏡牌 MSI Gitabyte Racer Cosea 之後還有Coga Senos Tonel X3 也有布 人造皮 也有芒果 這張是我們最近 跟IROX 漢科那邊擺過的 這張是最新 而且近期最受歡迎的款式 黃椅 先坐一會 這款比較舒服 這種類型比較少坐 平常都坐在這些 這些款式 待會有幾張 網椅 網椅的話 其實就近年來受歡迎 因為香港的 濕凍之外 濕熱也是世界第一 這個真的 流汗潮濕 人造皮 坐得久就會開始爛了 所以沒辦法 人造皮 基本上 無論哪個牌子 都避免不了這個問題 網椅的話 它就會 在濕度 和汗水 完全沒有問題 單純是 坐了一個很長的年期之後 會 彈力消失 這才是 它的壽命 消耗 都是有優點 有缺點 這些東西 一般來說 年期都會比較長 可能去到三五七年 都OK 如果你說 單純是說 壽命就會長 一般人造皮 這個耳機長 這麼多耳機掛在這裡 概念好像有一雙口臉 有沒有可以試的 其實是可以的 因為 林仔剛才走過 都會看到我們那邊 有兩部在動的電腦 是電腦嗎 當然是電腦 但它也是一部功能的電腦 如果是有 選擇 想試聲音的話 就可以拿過來 這邊試一試 那 別管它 還說什麼 別管它 神經病 哈哈哈哈 但我看到你的耳機 那麼多款 其實是怎樣選擇的 耳機來說 當然最重要 就是符合你的預算 都是最重要 萬事都是要量草才行 但是很多 多到我不是很會選擇 例如這些 這樣 有PS5 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如果 你是會用在不同的平台 例如說 除了電腦之外 還有其他遊戲機 例如Switch PS Xbox 你就要選一隻 它真的支援到你的平台 用到的耳機 如果不是 你插進去也未必有聲 這麼複雜的嗎 是的 有什麼特別的款式可以介紹一下 特別的款式可以看一看 這款 剛才阿林仔看了這麼久 這款Artist 7P 就是 Steel Series Artists 7的新版 它最大的特點 就是可以支援PS5 因為 新的Console 因為剛剛推出 對Console的支援度 未必有太高 所以如果想買耳機 就會變得很有限 這款是Steel Series 專門為PS5出的款式 嘩 那些耳機的東西多到 又有些客人 真的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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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組嗎 有 然後呢 有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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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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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收到這麼多DISPLAY卡 真的有機組嗎 有機組 怎樣組所有 當然我們有幾個款式 你可以在這裡看看List 或者是 你本身有一個 心目中的List 有型號已經想要的 你可以問我們 那我又可以把價錢給你 會不會炒價 很貴的 你知道現在的級別人都哭出來 不是啊 你也要有3060 有嗎 有3060 還有什麼卡 Dikes 當然有些客人都不會想抬頭網 我們都會有個價格表 早說的嘛 原來是有List 可以看看當日有什麼卡 或者價錢 當然來到我們觀塘這邊 買卡在機都好 都會有些值得優惠 HELLO HELLO 有幾個九龍東的一個 砌機的方法 或者方向 我們走完整個場 都會發現什麼都會有 又有機組 又有Gear 又有Mouse Keyboard 甚至乎有什麼Mouse 腳都會有 喂 打字好吵啊 幹什麼呢 我在測試 這個自組的鍵盤 什麼 等一下 我平時機有組裝 Keyboard 又有組裝 當然有 Keyboard 的話 其實說起 自早 就跟組裝機差不多 它也是 在一塊 motherboard上面 加這個加那個 然後再找一個 適當的 Case 去裝起來 然後 就會組成一隻 屬於你自己 完全由你自己定制的鍵盤 這隻好像很帥 有重量 這是什麼來的 這隻是香港人的品牌 它的Studio叫Figthog 它是一個 香港土生土長的設計師 不得不提的話 他們的Studio HJ2Q 是不是很熟口臉 就會在3月18號開幕 有興趣的鍵圈朋友 就可以去收一收封 這隻 即將會在 接下來的時間 就會發售 有興趣的朋友 就不要錯過了 如果要買到 這個鍵盤 那會是 多錢 自組鍵盤 它是屬於 團購形式 因為是屬於 比較少眾的會議 它是一水水的 我有一個想法 做一個團購 你錯過了 之後就只能吃炒價 哇 Kickstarted 如果你要買的話 逐年買Kickstarted 都應該要7-8千元 對 跟砌部機差不多 如果你要一隻 真的高級的 完全由你定制的 自組鍵盤 當然 有便宜有貴 其實如果入門的話 可能一千多元 甚至兩千元 都已經可以 嚇死人了 原來Kickstarted 都還可以 有解決的 就像Display Card 有便宜有貴 一定每個人都買了 封頂3090 3090都可以 它是屬於 一個香港人設計師 做的一個 3090的鍵盤 對 另外一邊也有一隻 香港人設計師的作品 這隻是Fluster 這隻相對價錢會比較經濟 這隻如果是 這隻很漂亮 這隻藍色 很漂亮 這隻藍色 這隻這樣一套 應該是4千元左右 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 但我買不買 一件事 我可以這麼窮 一件事 但我只聽完這隻 這樣說 4-5千元 我覺得是 可以接受到的 這兩隻 其實都未有得賣 屬於這個 還在準備的階段 是有情試玩 那你們自己本身 有沒有賣了一些 組裝的Keyboard 組裝的Keyboard 暫時未有 不過因應這個 Hobby 都開始流行 其實我們2000分 都有開始賣一些 軸體 衛星軸 和一些潤滑油 因為整個自組鍵盤 和量產鍵盤最大的分別 除了樣子之外 就是軸和衛星軸的潤滑方面 明白 因為你會感覺到 這些軸的手感 比一般的鍵盤好很多 原因就是 因為它裡面的潤滑手工的問題 對 大部分我們自己玩自組鍵盤 都會逐個逐個拆開它 來重新拿Buds上的油 可能一隻都要 一兩萬的時間 才可以完成 Bye 一兩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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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萬的時間 一兩萬的時間 我先走 你看我剛才真的走 大致上差不多 不過我總是覺得 差點一點 差點什麼 之後再告訴你